自信,真是难以自信 刚刚看到的消息就是 昨天2月15日 Brandwood的Solo3 一房637尺 一房单位 在12楼卖了85万 成交价85万 所以你说 现在我们Metrotown 其实每一次Metrotown的新盘 大家都蜂拥而知 更何况这个New Fold by Anthem 它标明有150间屋在75万以下 价钱这么吸引 怎可能不捞到你的注意力 另外这个位置是真真正正的 旺中大正 奇怪了,明明在Patterson的车站隔离 怎可能是旺中大正 因为Patterson车站 跟Metrotown一样人流不多 已经是落人了 去到Patterson这里人流不多 另外我们是对着 全Burnaby最大的城市公园 Central Park 所以是真真正正的旺中大正 位置那么好之后 我们看看它的模型 整个建筑是怎样 好吗 我先给大家看看这个模型 这个就是建筑的模型 是单栋的 一共是44层高 358个单位 那旁边呢 人们常常会问 有没有出租单位 在同一个建筑 有 不过不是同一栋 在旁边的建筑 在旁边的建筑 不会有租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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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会有租资 入口那里 但是楼下的住宅 都是分开的 所以 每一个单位 都是有铃车位 除了室内 即使是一房 都会进入住宅 和室内 全部 都会留在两层 而且我很喜欢 他们挑拘了三层出来 就是做一个很大的 Lobby 而Lobby 也会有一个 Consee Urge 我有问到他 究竟是24小时 还是朝九晚五的 他就说 现在还未订 到随时 随时再订 可以过来这边看 位置其实在哪里呢 就是Central Boulevard 和Wilson Avenue 在我这个位置 其实就已经是 Patterson的Skytrain Station 我刚才其实 现在外面天都黑了 我先走过去西方看了 由下楼之后 走过去Skytrain 多久呢 大概是23到25秒左右 因为不是用分钟 而是用秒来计 就是这么方便 这里就是Skytrain 那我这边 是西边 全部这边 我看到都是一个 Central Park的area 就是中央公园 中央公园就是Burnaby的 城市里面 最大的一个城市公园 Central Park OK 那现在我们再看看 那个Fall Plan 我想介绍给你看看 例如一房、两房、三房 有什么是我心想推荐的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 我都可以看 我综合两房 我做两个面道 除了高高森 希望有更好的观点 除了观点之外 里面Fall Plan的实用性 我觉得也很重要 先是一房,一房我有兩個推薦 第一就是向西邊看著 Central Park 先看景,Central Park 看著Central Park 我們回到Fall Plan 這個叫做C1 C1 Plan 這個就是一進門口的位置 我是喜歡它因為它是一房加個書房 現在很多時候,無論是疫情也好 書房是很重要的 因為很多時候是在家工作 在家裡工作 或者多一個房間 例如小朋友做功課也是可以的 這裡的書房在碩士樓裡面 或者在一些有中央冷氣暖氣的地方 我覺得更加顯得是有用 因為它通風那裡是不成問題 有很多時候我們在低階層的木結構 也看到有些書房是不帶 沒有空氣冷氣 沒有AC 或者沒有一個通風系統 很多時候人們就用了去做一個 保存 這個Fall Plan 就是這樣進來這裡 一個洗衣乾衣機 有衣櫃的位置 這裡可以放一個床 可以穿一下鞋 有一個Heap Pump 就是冷暖風的系統 留意一下這個Heap Pump 是Away from the Bedroom 就是遠離睡房 比如這個 有時候啟動的時候 會有些低頻的聲音 不是噪音 是低頻的聲音 可能是摩打震動 噢…這樣的聲音 但就遠離了一個睡房 是好事來的 OK 進來這裡 它沒有做中度 它就給了這個地方做一個飯廳 這裡是一個很方正的客廳 除了看著…這個可以看著電視 這邊可以看著西邊 那個Central Park View 還有一個很大的桌子 進來這裡的睡房 可以看到 它是一個衣櫃浴室 還有這個K字是什麼意思呢? K字是可以放到 King Size床的一房 OK 另外一個Fall Plan 我都很喜歡的 這個就是B1 B1就是向著這個… 南邊的 向著南邊也是… 如果樓層比較高一點的 可以看著Fraser River 可以看到河境 看著Richmond那邊的一個Prasing 這裡一進來的門口 沒有任何走廊 沒有Wasted Space 這裡同樣是一個L型的廚房 加了一個放在飯廳的位置 這裡是一個客廳 一個很四方的客廳 這裡是一個出去的老台門 看著南邊 看著河境 那這個就是一個睡房 放到King Size 也都放到一個衣櫃 這裡還可以放到一個Dresser 那能否留意到這個地方 有沒有什麼很特別的地方呢? 就是它的洗衣乾衣機 好像House那樣 可以並排地放 就不是Stack Up這樣來放 那上面還可以做一個 Counter 或者上面可以掛東西 做一個石的Counter 可以拖一下衣服 所以這個也是很方便的 並排地放 到你拿東西的時候 會比較方便一點 不用這樣放上去乾衣 那這個也是一個好的設計 好,兩房的話 我喜歡就是一個東南 Corner E One E One Corner 這裡進來 它有一個洗衣乾衣機 Hip Pump 都是Away兩個睡房 兩個睡房 它是分開的 那住得兩房 可能是一個小家庭 其實Privacy很重要 對吧? 那可能分開兩個 我覺得就是很好的 這個 然後還有兩個房 它都是有一個walk-in closet 就是很少見的 本來是主人房才有一個walk-in closet 走過來這個 第二個bedroom 它是放Queen size 其實King size 我是覺得沒有問題的 不過現在Display Lab 是Queen size 其實兩個房間都可以放到King size 還有一個walk-in closet 這裡同樣 有一個可以放到書桌的地方 放到電腦 還有一個書房 一個釘 進來這裡就是一個廚房 他們這個Fall Plan Antham這次是沒有做的 任何那些island 沒有做中島 全部留在一個位置 讓你放在一個飯廳 緊湊一點 那這裡也是一個客廳 這個位置 全部客廳 你看到這麼多的Fall Plan 都是方方正成的 這個非常之好 可以放在L字形的梳化 還有有兩邊的彩光 因為這個是corner位 有東藍的彩光 兩邊都有 東和藍的彩光都有 OK? 那另外 極之多人問的一個單位 你竟然不相信 通常問是一房 兩房 三房 最大的單位是最多人問的 其實可以理解 因為外面的Town House 搶到飛起 搶到飛起 你搶不到價錢又高 那我為什麼不太享受 在一個大平層 我到一層過 沒有任何浪費樓梯的空間 我為什麼不可以有享受view 這個Fall Plan 叫做Plan F 是整棟樓 我可以說是一個樓王 西南方位 西南方位 我可以看一個view 南 和西面 看著的Central Park 這個是西南角 Mule 是保證的 這些樓已經建好了 前面 是不會有什麼開發的 這邊 OK? 那這裡南邊 可以看到河景 那我們看看Fall Plan 這個就是Plan F 樓王 三個房 三個房間都是分開的 三個房間都是分開的 沒有一個是靠著的 所以是Privacy的問題 另外就是那個 一進來這裡 入門口 沒有任何的走廊位 沒有走廊位 沒有浪費 好嗎? 另外呢 那個客廳 廚房都放在中間的位置 洗衣乾衣機 很棒的 又是並排的 OK? 並排的 這裡是Heat Pump 又是Away from 3個睡房 所以沒有噪音 這個廚房 它夠大 1,152呎的空間 再加上差不多160呎的桌子 1,152呎的空間 它可以做到中島之外 也有一個很大的地方 放一個 座椅 以及剛才我說過 每一個建築 都是一個很方正 很方正的 住宅 它夠大 這裡設計 可以放一張設計 一個座椅 整個很有屋子的感覺 當然是比屋子還住得過癮 因為你是沒有樓梯 也可以每一天 在那裡享受 河景 和一個 Sancho Park View 也很寫意 這個樓盤 我知道非常好 不要急 等四年 2026年就成交了 2026年的年頭就成交了 另外我除了優先帶來看看 樓盤的細節 那些模型之外 進來看 我給你一個優先的優惠 很容易記 1,2,3 1房-1% 2房-2% 3房-3% 如果大家對這個樓盤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下方留言 希望你終於今天的介紹 拜拜